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不逗你了 皮皮 告诉你哦 这沙子也是我的宝贝 它可是非常名贵的金沙 只要你能回答这些金沙是怎么来的 我的宝贝就可以恢复原状了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来修复宝贝吧 好嘞 开启吧 时空之门 哇 这是什么地方 居然有一座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园 这些玫瑰开得真好 要是能卖出去 我又能赚到不少金子了 报告米达斯国王 我发现有一个喝醉酒的家伙闯进了花园 现在已经将他拿下 哼 哪来的臭老头 要是毁坏了我的花 我就 等一下 他不是酒神迪阿尼索斯的老师吗 对了 酒神一向很尊敬自己的老师 要是好好招呼他 酒神说不定会重重地奖赏我呢 瞧 这个叫米达斯的国王 为了讨好酒神 对这位老爷爷的态度 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变 可是 酒神的老师并不知道 国王心里的小算盘 临走前还说 一定会让酒神亲自上门感谢呢 啊 是酒神大人呀 米达斯 上次多亏你照顾我的老师 说吧 你想要什么上次 嘿嘿 我 我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想拥有点金树 这样我身体碰到的东西 就可以变成值钱的金子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不过 你可千万别后悔哦 哇 这点金树果然厉害 米达斯国王随意碰了一下玫瑰花 花朵立马就变成金灿灿的了 哈哈哈哈 有了这么多金子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国王了 不过啊 这点金树也有不好的地方 你看 现在米达斯想吃点食物 喝点美酒都成大难题了 米达斯吃不了东西 肚子饿得呼呼叫 可是他依然觉得拥有点金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父亲 父亲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呀 不好 你先别过来 我的女儿啊 这下怎么办 救神大人 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吧 想救救你的女儿也不是没有办法 不过条件就是你得放弃点金树 你舍得吗 我 我知道错了 九神大人 请您帮帮我吧 唉 你去找一条叫帕克托罗斯的河 然后在河里洗个澡 等你洗完了 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唉 呀 弥达斯刚飘进河里 身上就窜出了几道金光 其中两道金光落入土地里 断时就把地面染得闪闪发亮 又有一道金光落入河流中 立马将河里的沙子变成了金沙 唉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吗 现在啊 满地都是金子呢 不过弥达斯看都没看一眼 就赶紧骑马回去 找自己的女儿 我的孩子 你终于没事了 父亲 你快看呀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喜欢吗 谢谢你 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 小公主能恢复正常 真是太好了 观众 快让我回去吧 平平 怎么样了 嗯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弥达斯 弥达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放弃了点金术 他按照酒神的吩咐 到一条河里洗澡 最后啊 被洗掉的法术 就将河里的沙子 变成了金沙 哦 没错没错 我也想起来了 哇 这金沙真漂亮啊 哎 哎 这是什么声音 天呐 怎么又有一个宝贝裂开了 皮皮 又要麻烦你帮忙了 放心吧 保在我身上